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意味着NVIDIA在2024年新年初始之际 发布的所有三款新品 也就是4070 Super 4070Ti Super 以及4080 Super 均已亮相 而这次的发布周期 正好距离4000系列的首发 一年之隔 虽说三款新品既没有新制成的加持 也没有新架构的变动 本质上就是横着处着再来几刀 重新划分出来的新品 但如今的更新和迭代 早已放慢了脚步 就算也只是规格上的简单变化一下 毕竟这样的新品 还要撑着我们将近一整年的BGDIY 或者说游戏市场 那么该为大家介绍的 以及需要总结的 就让我们用这一期的内容 来给大家好好的整理一下 此次三款新品 唯有4070Ti Super 算是摇身一变 换上了原先4080的芯片 因此在显存容量和位宽上 通通得到了提升 但NVIDIA的手术刀 向来精准能多切的 绝对不会给你少上一刀 因此从实测来看 三款新品较原先的性能提升幅度 基本相同 瞧 就算我们以为4070Ti Super 用上了更大 更强的4080核心 但切得多 就是为了让你继续保持 和4080S之间的差距 所以 从4000到6000 最后8000 三款新品的国内售价兼具 也是如此的相等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 再三款新品呢 从我对产品理解的角度去分析 首先 4080S属于绝对能够占好几年 一劳永逸的游戏玩家首选 可能有人要问 为什么不是4090D 关于这玩意的解释 我单独发过一期视频 欢迎大家翻阅复习 而4070Ti Super 容易拥有双硬件的 编和解码器的缘故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 经常拍摄剪辑 以及导出 大于等于4K分辨率的视频的话 那么请一定 4070Ti Super起步 这是千真万确的生产力 而最后 4070Super 其实在我眼里 才是甜品级的游戏显卡 虽然我知道 4000元的游戏显卡 定义成甜品级 确实会让一些玩家觉得荒谬 毕竟 还有个定义 必须也可以加上 4K分辨率下的 甜品级显卡 因为如果你和我家里一样 还是2K分辨率显示器的话 那么4060 这才是我们的甜品级 2K和4K 必须错开定义 不然 如果我推荐4K用户 购买4060 跟他说 唱完3A大作的话 恐怕 满满这个频道的订阅数 就会呈现 负增长的趋势了 字幕志愿隐线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470Ti Super没有FE原厂卡的缘故 因此为了进一步公平、公正的体现三款产品之间的基础表现 我们特意找来了华硕的Strix 而且统统都是OC版 测试的环境选择在Flector很难闷惯的NOS中进行 之所以称之为很难 是因为机箱侧板有Mesh版可选 而且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的话 但凡显卡越坚持少一些 还能通过显卡抄抄上方 加装自带的双14厘米风扇支架 进一步的为显卡源源不断的输送冷空气 好吧,确实有点过分了 真的怕显卡就被吹感冒了 好装机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 2024年的第一波新硬件 NVIDIA以及精益求精的刀法 算是为PTDIY玩家们献上了还算令人满意的新品 但我理解的满意并不是三款新卡的性能提升 也不是显卡厂商们一年之后的换头不换面 而是终于真正乐爱PTDIY的玩家们 可以不用再和任何人抢显卡了 回归了常态后的显卡市场重新迎来了 早买交场受,玩买有折扣 今天你不买,明天我不买,后天降200 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多久 心里又是憋了多久 终于就口气,他妈的顺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